人民首相安倍晉三前脚步出饭店 20分钟之后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也被拍到离开饭店 人民报道传出两人 寻李登辉模式不齐而喻 蔡英文吃饭的地点 就是在这边的三楼 但是走几步路的二楼 就是安倍晉三用餐的地方 安倍晉三用餐的二楼 跟蔡英文的三楼 其实还有一个密道 让他们可以在 不知不觉当中密会 传出安倍密会 在蔡英文饭店不仅二到三楼 有密道 临近首相官邸 更具有地利之便 至于你们很有兴趣的问题 那个是捕风捉影 我今天中午是跟交流协会的 大桥会长吃饭 所以千万不要再去捕风捉影 这个太戏剧化了 我们吃完饭门打开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什么人 不是吗 尽管小英不证实 但外交美感只能做不能说 小英访日去了安倍的故乡 山口县 同时由安倍弟弟岸信夫陪同 8号中午同一时间 在同一家饭店用餐 巧合的留下想象空间 如果蔡英文当选 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 这个台日的关系 会在一个正常而紧密的关系下发展 安倍晋三认为民进党执政更有利于他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他已经提早开始打这个台湾牌 日本一定会拉台湾的方式来对于中国大陆产生一些不愉快 或是一些威胁 在美中欧习会之后 美国快速让日本加入TPP 日本后代领域台湾未来的可能领导人选 除了强化台日友好 可能也意在牵动两岸与中日关系 这张凯 林佳元 阿公有麦 陈英文 日本台湾报道